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代言的敦敦筒疑似一价 被发现是山寨同款,并非正品 在王一博正式宣布代言敦评后 不少人发现这敦筒的价格波动很大 而且有疑似一价 网上有人发现 这敦筒8月份卖86元 升水后卖到359元 此后,很多人认为这是品牌割韭菜的正确做法 因此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感 对此,品牌方也颇为无奈 因为这种现象在别人的官方旗舰店是不会出现的 通过某宝的平台 我们发现敦筒中出现了大量王一博同款 仔细一看 在别人的官方旗舰店里是没有卖的 价格有差异 但只是对应的同款,不是正品 对此 敦筒官方旗舰店已出现通知 郑重提醒消费者认准正品 价格低于官方价格 而且很多都是山寨货 很多人还在说什么品牌方高价出售 明显地割韭菜 没想到结果却打脸了 毕竟都不是正品 拿过来做对比没有可比性 再加上 王一博刚官宣代言 品牌方福利周边送不停 价格仔细看下来 并没有溢价的情况出现 相比是因为销量太好了 才会遭到不少对家的极度 才会出现整出来割韭菜的说法 其实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了 王一博代言的产品很大情况 都容易出现同款 归根到底就是关注度高 购买力强 经常出现上价秒空的情况 好多人说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太高了 凡是他的代言 销量从来不愁 被其他对家极度 更是有目共睹的 各种的山寨货都打着他的旗号 赚得盆满钵满的 总之呢 在万能的网友火眼睛惊吓 任何的做法都会被揭穿 王一博的代言 价格飙升的情况不足为奇了 谁让人家的粉丝 基数庞大 购买力超牛呢 经常出现抢购一空的情况 甚至买都买到 他上脚过的鞋子 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情况 看看王一博的代言 特别是服饰类 基本上抢不到广告位 打着王一博 那句是一顿疯狂的堆叠 别问为什么 看看香奶奶 王一博的脖子上的挂件 那是有多少新品都给他 百万级别的胸针 新济单品国内手穿 各种的杂质封面 就知道王一博到底有多香了 在顶流这里 没有所谓的割韭菜 有的只是你家的货库 存够不够啊 好了 流言蜚语在真相面前 总是不堪一击的 所以各位 还是看看就好了 这次王一博 官宣成为全球代言人 都是重量级的品牌 山榨货以次充好的情况太多了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 一定要擦亮眼睛 在正规的渠道购买 最后呢 王一博的电影 《长空之王》 就要上映了 国庆期间正式供应 各位可以到影院观看一下 是非原与中国奸机的诞生过程